好 既然加入了我们这个队伍 我们就有一个入门仪式 太真实了 大家好 柳氏探店 依旧不探别的旧探左高 今天我们来到了阿卜利亚 我这个柳氏五五开 大家都知道 我骑什么车都大概是一个画面 我们来看一下欧洲车玩起来怎么样 好 我们还是依旧找来了一些兄弟姐妹 这两位大家都很熟悉了 我们由于粉老板今天没有办法来 我们找到了一位特邀嘉宾 金刚Ry店的子涵 好 既然加入了我们这个队伍 我们就有一个入门仪式 太真实了 必须得真实 我们先来量一下您的身高 大概1米74 带鞋身高1米74 然后还没有完 我们要再来量一下你的跨高 这个是我们探店系列里面 必须要有的两个数据 还是84 OK 开始展示 最后这个大家都能骑 第一辆车SR GT200 坐高799 一号选手162 这回我们也换成了平底鞋 我们能双脚脚尖着地 但是已经做到了坐垫前引 还是有些极限 二号选手173 能够双脚前脚掌着地 双腿比直 整体搭配起来的姿态 三号选手174 哎呀 这非常轻松 双脚前脚掌着地 而且游刃有余 整体搭配起来的画面 也是非常漂亮的 四号选手183 柳适五五开 搭配什么都是一样的画面 不过这车搭配起来 感觉有点小了 湖阿雷格660 坐高860 一号选手162 我们先上去试一下 通过这个表情 摆正吧 摆正试一下 没有扶着呢 扶着呢 二号选手173 本来我想过来辅助一下 但他很自信 我们能看到 173的身高 双脚前脚掌着地 这样基本上 骑起来是没有问题的 三号选手174 依旧非常的轻松 就是这个车重 可能对小姐姐来说 会有些压力 车摆正之后 双脚的着地面积也比较大 接近于全脚掌 四号选手183 你们别说 我还真的往下压压着避震 差点的输给三号选手 不过这个搭配画面 就很协调了 公诺660 坐高820 一号选手162 双脚极限脚掌着地 双腿也非常的笔直 二号选手173 应该是没有什么 太大的问题 但你看 这侧枝都没勾起来 但是可以双脚的 前脚掌着地 三号选手174 同样双脚全脚着地 而且腿部还能有些许的弯曲 他怎么感觉 骑什么车都这么好看 四号选手183 这个搭配就不是很棒了 因为他车身本来就很短 再加上我这个腿弯曲又比较多 整体显得车就会偏小了 布诺维斯坐高825 一号选手162 无法独自摆正 车身摆正之后 是一个非常极限的 双脚脚尖着着地 二号选手173 还是想用自己的重量 往下压一压 可以做到双脚的前脚掌着地 当然在车身静止状态下 想要稳住车身的话 他的上半身还是非常僵硬的 三号选手174 依旧还是双脚前脚掌着地 其实我们三号跟四号这两位选手 基本上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骑不同的车 大概搭配什么画面 四号选手183 这个搭配起来 就比刚才的660版本要好多了 这就是天生的工程身材 RS660 坐高820 一号选手162 双脚脚尖着地 还是很吃力 不得不说 欧洲车对于通级别来说 还是很高的 二号选手173 还是非常的自信 可以双脚前脚掌着地 正常驾驭起来是没有问题的 甚至你看他的腿 还能有些许的弯曲 三号选手174 双脚前脚掌着地 其实在这个身高范围内 是搭配这辆车最帅 将四号选手183的身高搭配起来 车子显得有些短了 RSV4 坐高851 一号选手162 已经完全放弃挣扎了 直接叫人帮忙了 不过实话是说 这个坐高确实是有点太高了 我们的远远已经开启了 这个江湖四川一九的临波微步了 二号选手173 双脚脚尖着地 如果是单脚的话 能够前脚掌着地 所以在这个身高 也是能够驾驭RSV4的 前提是你的技术过硬 OK 终于等到我们的三号选手174 双脚前脚掌着地 而且摆正都非常的轻松 完全没有压力 四号选手183 哎呀 没有挑战 没有挑战 能不能整一辆 我够不着地的车 好吧 最后 大家都能及到阿普利亚 他来了